微博之夜南都娱乐评选出了新的四小花蛋 杨幂在榜并不意外 大秘密如今人气水涨船高 拥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 她是横扫时尚圈的魅力女王 不断突破自我惊艳亮相 这就是如今的杨幂 不仅自己当红 还捧红了旗下的一众年轻演员 2017年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更是掀起了 收视热潮 当选四小花蛋当之无愧 刘诗诗自从与吴奇隆结婚之后 就异常的低调 就连某知名狗仔都说娱乐圈最干净的 当红女星非刘诗诗莫属了 她是气质如蓝的实力花蛋 一平一笑皆是风景 说实话 刘诗诗的演技还是有待提高的 2017年出演的最玲珑和心理最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也阻挡不了粉丝对她的喜爱 Angeli Bobby Youngin一直备受争议 特别是一部 多方不自赏的抠图事件 让杨颖的演技备受争议 但是并不能阻挡人家红 她是靓丽的国民宝贝 天使般的笑容融化了多少人的心 如今的杨颖已经升级成为奶妈 却风姿不减 2018年将会继续开启霸瓶的节奏 当之无愧的流量女主 迷你也是四小花蛋之一 不过还是有些让人不解的 她在2017年就只有一部票房铺街的奇门盾甲 而且相关的曝光率似乎也不怎么高 能继续上榜难道是在吃老本 妮妮的个人魅力倒是不比另外三位低呢 很多网友不是特别理解 为什么赵丽颖没有上榜呢 2017年的《楚桥传》可是收拾和口碑爆棚啊 而且赵丽颖的作品也不是很少呢 还有刘亦菲唐烟等人没有上榜 其实也很难让人理解的呢